歡迎來到《風華絕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謝您的觀看與訂閱 現年34歲的王瞳 2000年演出電視劇《阿扁與阿珍》出道 20年來幾乎年年都有演出作品 近期則出演民視、大時代、多情城市等劇 而且幾乎都是擔任女主角 至於艾成 她來自馬來西亞 先從歌唱選秀節目《超級偶像奪冠》 駐唱發專輯 後來轉換跑道 改到民視演戲 因為《新兵日記》爆紅 持續多方位發展 努力經營副業維生 兩人愛情長跑近10年挺過女方不倫危機 於2020年7月步入婚姻 去年 王瞳在直播類似沒有夫妻生活 像是在跟機器人結婚 後來解釋是為節目拍的影片 不料近日他們無預警開直播宣布大事 我們真的撐不下去了 讓粉絲相當震驚 這幾年來 艾成跨足餐飲業 在北市西門町開了愛樂沙創始店 最輝煌之際還在中山商圈 現意威秀開分店 兩年前也插旗慶城商圈 無奈受疫情影響 宣布西門町店將在月底結束營業 心裡很不捨 謝謝大家的支持 她回憶道 五年前看到這間店就馬上下定 從第一年的沒賺錢到第三年的大賺 不過之後遇到疫情 真的撐不下去了 還難過哽咽解釋 一個月店租要20萬 努力撐過前面幾波疫情 但這次真的不行了 疫情一來就少了九成 必須止血 此外 她也向餐廳員工道別 稱我們打了一場美好的仗 還感性地說 二十年前出到台北 一度生活潦倒 在西門町當流浪漢 二十年後 在同一地方開店 此刻決定坐到月底 全盛時期 進駐百貨有四間分店 現在信義 南西 西門陸續收攤 更因為疫情肆虐沒有收入 最終決定收攤 先前損失超過400萬以上 這次真的先設下停損店 她也誓言 說不定二十年後 我會再開回來 我會繼續努力 遇到了世界最大的危機 我也無能為力 我週六會在現場和大家打招呼 一起留下美好回憶 透露 這陣子壓力大到血壓飆到180 還送急診 最後趕上唱張學友的祝福 向粉絲道謝 今年3月 艾成首度松口 說要等疫情結束後 把馬來西亞的家人接來 共同見證她與太太的盛大婚禮 至於親友催促快升 她則笑說順其自然 認為全球七八十億人口 一個女生或者一個男人肯跟你共度餘生 光這件事就該要珍惜 機率很小的 她慶幸地球上幾十億人能跟老婆相知相遇 共結聯理 小兩口去年曾鬧不和 讓不少粉絲擔心 她也體悟到婚姻路上需要共同經營 現在會花時間多陪陪老婆 一起做對方喜歡的事情 對於未來也有了共同目標 因為疫情關係 他們結婚一年半 只有登記 還沒有辦婚禮 等疫情稍緩 希望把幸福與在馬來西亞的家人一起分享 夫妻倆熬過數次婚姻危機 此前與所屬的八七樂團 在臺灣愛與希望國際關懷協會公益演唱會溫暖現生 一同幫助受虐治重殘的兒童 王瞳透露 每每看到受虐兒新聞都會落淚 希望孩子能趕快脫離暴風圈 得到妥善照顧 另外 因為自己屬虎 在本命年想祈求虎寶寶 如果懷孕就是上帝給的最好禮物 艾成在疫情期間專注於餐飲事業 笑稱已經習慣在正午時分上街開直播叫賣便當 也很開心老婆陪著她到各教會分享見證 王瞳說 去年量體重時驚覺增加到52公斤 花了1.5個月減重5公斤 大年初二帶著艾成回台南娘家 初五會陪艾成到屏東山地門教會分享見證 夫妻感情越來越穩定 艾成提到 結婚一年時被王瞳問 你覺得嫁給你有意義嗎 令他十分納悶 明明平常都有做家事 乖乖聽話 這時主持人吳宗憲突然冒出一句 那他不能接受無性生活 陳漢典接著喊話 艾成還是要面對 該面對的還是要面對 令王瞳哭笑不得地表示 你把重點擺錯了 他解釋 其實是心疼艾成生活態規律 如同機器人按表操課 對此 吳宗憲形容 就像愛情公務員 陳漢典強調 真的不能太公式化 女生不會喜歡 而他進一步補充 不需要那種很驚喜的東西 就是小小的 有把你放在心上的就好 日前 他直播含淚 埋怨艾成 卻慘遭網友批評 兩人關係在線危機 事後 他直面爭議 接受訪時堅決表示 自己苦追七年而來的艾成 是他的救命恩人 不可能離婚 當初在教會眾多友人的見證下 他和交往十年的艾成登記結婚 但結婚一年間 卻對艾成猶如活在自己世界般的固執 一板一眼感到挫折 善於表達內心感受的他 便經常和艾成面對面溝通 其實在開直播前 夫妻倆就已經溝通了彼此在婚姻中的問題 他透露 在演藝圈的夫妻 很少有人把真實情況說出來 所以我們講一講 就覺得可以把這些事情分享給其他一樣有困擾的夫妻們 哪知 這些在他眼裡看起來是成熟的溝通 在網友眼中就只是叨叨不休的埋怨 甚至懷疑兩人的婚姻出了問題 對此他解釋 其實這種碎年的抱怨只是夫妻間的日常 在結婚前一年才真的歷經瀕臨生死大關的危機 當時多年的交往 一度因為艾成太過活在自己的世界 完全不關注他的心情 出現了雙方都心灰意冷的時期 說好彼此都冷靜一下 也就是那時他的憂鬱症復發 加上工作上的紛擾陷入了低潮期 他回憶 自己不知怎麼處理情緒 乾脆逃避 甚至還想輕生 對自己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不過也就是這時艾成清覺不對勁 回到他身邊 用盡心力在陪伴 對於這段經歷 艾成說 我怪我自己 我覺得是我以前太驕傲 把自己放太高了 沒有關心他 才讓彤彤跌了跤 他曾經遭鬼附身 嚴重時情緒失控 無意識地撞頭 發抖 生活根本無法正常 是王瞳細心陪著他 照顧他 後來王瞳出事 就喚他呵護對方 才讓這段本來快要窒息的戀情又有了重生機會 過去曾傳出 因為王瞳家人反對 才和交往多年的艾成遲遲不結婚 但陷入事業低潮後 王瞳卻迅速和艾成登記結尾夫妻 因此總有人認為這是他停損止血的舉措 王瞳雖然不認同這個說法 但的確是有些關聯 因為曾跌到谷底 他才重新思考和艾成的關係 當時 艾成希望在2020年7月7日結婚 但王瞳還是充滿困惑 卻接連在加油金額 停車格都看到跟其有關的數字 甚至連看天氣都顯示下雨機率也是77% 對信仰很堅定的他 相信這是神的旨意 決定要携手走完一生的人 非艾成莫屬 拿着婚後 艾成又固态附盟 忽略經營生活上的情趣 這才讓他在直播中說出自己心裡的感受 並透露 旗子婆婆一開始也不諒解我 覺得我怎麼把她兒子當作傭人一樣 艾成在馬來西亞時被家人照顧得很好 從來都不用做家事 桌上的水被空了 就立刻有媽媽來倒滿 反倒是王瞳從小就得扛起一個家的生計 更在家人手把手的教導之下 學會照料家裡大小事 因此幾乎從洗碗 擦地 洗衣服等家事 都是婚後他一步一步教艾成的 而艾成也把做家事當成疏押的方式 很喜歡做 王瞳經常拍戲到很晚 艾成則幾乎整日在家 久而久之 就成為兩人分工的方式 只是艾成幾乎少根筋地以為 只要把家事做好就好 不會主動關心王瞳心情 才產生這些糾結 經過解釋後 婆婆也瞭解到雙方的問題 才趕緊發聲明 親筆一字一句為媳婦說話 艾成也承認 自己的確就是機器人 木頭人 例如專訪當日是七夕情人節 他沒做任何規劃 更別說是訂餐廳慶祝 連結婚週年紀念日都沒任何表示 因此看到了老婆被網友罵 他也是感到心疼 至於兩人交往十年 艾成的問題不是早知道了 他表示 就是因為有改 才得要繼續溝通 比如說 在機器人言論引發爭議後 他陪著艾成到台中拍戲 知道他心情不好 途中 艾成就去超商買了豆皮壽司和牛奶給他吃 當下 他在車上就馬上哭了出來 因為他沒說想吃豆皮壽司 平常也沒在喝牛奶 但那一刻 對方竟然知道他的感覺 也就是這些微小而緩慢的變化 讓他對未來的生活又多了點信心 對於離婚 他更是想都沒想過 坦言 我曾經一度想著他自己一個人過活會不會比較好 但離婚是不可能的事情 認為東西壞了就是要修好 而不是直接丟掉 艾成也說 在這個世界 他只在乎音樂以及王瞳 若沒王瞳出現 這輩子可能都是孤單老人 更是斬丁截鐵的承諾 這輩子不可能背叛王瞳 我手機裡面連一個與藝人的電話都沒有 除了將目前的餐廳經營好外 艾成也在學著做生意 畢竟兩人收入相差太大 當前就是想辦法可以成為王瞳的肩膀 長遠以後 他考慮擔任牧師 王瞳就是師娘 終身為信仰服務 希望他們能一直幸福下去 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您對本期視頻有何感想或建議 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本頻道 別忘了點擊訂閱 下期視頻 我們再會